昨天通过了新竹县邱静淳还有台南市县荣建以及台东县黄建廷的这个党内的县市长的提名名单 但是呢来看到这个黄建廷他涉及了药商回扣弊案来遭到检方具体求刑十年 这样子还可以提名他吗 国民党秘书长吴敦毅就说了 如果黄建廷他被法院一审判决一年以上的话 那么国民党就会撤销提名 好另外来看到